我叫莱斯利,是特里比西奥王国的女王 杰西是这里的国王,也是我的好搭档 今天怪物又一次发起了袭击 我们寡不敌众,被怪物重重包围 好在蜻蜓大军的援助,击退了松鼠怪与图鹰 成功保护了我们 但杰西在爬上树顶时,却被图鹰偷袭 好在巨人及时出现,救下杰西 我们又一次赢下了胜长 天气变得糟糕,下起了暴雨 我和杰西互相告别 但谁都没想到,这会是我们的最后一次见面 我叫莱斯利,是新转来的插班生 第一次见面却出了洋相 尽管尴尬,但我注意到一个男孩 他的衣服沾有污渍 鞋子是涂买黑色颜料的粉色泡鞋 我想那应该是他姐姐穿剩下的 班里的凡人弟和调皮哥会经常欺负他 但他却害怕得不敢还手 他的名字叫做杰西 杰西是个穷人家的孩子 但有着超乎常人的绘画天赋 他的爸爸对此不屑一顾 只会关心妹妹美宝 有时因为一点小事 爸爸就要对杰西引力斥责 我是杰西的新邻居 我很想跟他做朋友 但杰西总是不愿理我 同学们知道我家里没有电视 嘲笑我像个土包子 我很难过 想一个人坐在校车最后一排 但我不知道那是女恶霸的专属座位 女恶霸平时在校为非作歹 没有人不怕她 杰西发现我正在闯祸 立马把我拉到了旁边 现在我们好像变清静了 放学后为了找乐子 我们来到一处森林 河边树干上吊着绳索 那是到达对岸的唯一工具 对岸树林有一座废弃的书屋 我决定把这里变成我们两人的王国 并册封蜻蜓是我们的护卫勇士 被夜魔囚禁的人呢 我们是来拯救你的 我大声呼喊 试图取得犯人们的回应 输天努力后 我们成功翻修了木屋 这里会是我们最坚不可摧的城堡 随着树壳松果炸弹的投掷 是松鼠怪的袭击 它们是凡人精与调皮鬼的化身 在这里是黑暗魔王的小兵 但这是我们的地盘 没有谁能对付得了我们 我们爬上最高的室观 我看到了属于特雷比夏的美丽 但杰西看到的 只是平平无奇的草原 我鼓励他 只要闭上你的眼睛 同时敞开你的心扉 在杰西生日那天 我送给他一盒颜料 希望他可以坚持自己的爱好 我还告诉他 希望能养一只小狗 我们回到木屋休息 一棵巨树突然倒下 砸到木屋上 我知道那是巨人怪搞的鬼 一个脚印就比我们还大 为了狩猎巨人 杰西特地领养了一只流浪狗 他知道我最喜欢小狗 并决定让他成为我们的猎犬 外号PT 很快我们找到了巨人 巨人高不见顶 擅长把双腿伪装成树干 我们被追得无路可逃 PT英勇上阵 钻进巨人脚趾锋里挠痒 没想到巨人也会怕痒 成功逼退了他 回到学校 我们发现女恶霸躲在厕所痛哭 原来她被人捉弄 遭到同学的嘲笑 杰西鼓励我去安慰她 毕竟一个敢和巨人对抗的女孩 还会怕一个八年级的恶霸吗 我进到厕所安慰女恶霸 让她不要在意别人的看法 过段时间就没人记得了 到了礼拜日这天 我跟着杰西一家人去教堂礼拜 发现教堂的铃铛声 很适合特雷比西亚 我跟杰西和美宝 讨论起了生死 我不相信圣经 但他们都觉得 这样的人会在死后贬入地狱 我倒是觉得 上帝只会忙着 掌管这美丽的世界 没空理会乱糟糟的地狱 这天杰西看起来心情很糟 原来爸爸给他的工作钥匙丢了 我知道钥匙在哪 是美宝偷了他 因为我说过 教堂的铃铛声 适合特雷比西亚 所以美宝才偷来给我 没想却让杰西挨了一顿骂 为了还回钥匙 我们回到王国 松鼠怪跑出来阻挠 他们拉起地上树干 害得我们狠狠摔了一脚 松鼠怪趁机扑来 我用木棍死死地挡 好在PT及时救下了我 杰西换挂出一把铁拳 三两下就揍飞了松鼠怪 秃鹰很快接招而至 我们捡起松果炸弹 朝他们扔去 最后一只秃鹰 把我们狠狠抓起 好在他不长眼 自己撞到了树干 很快我们来到了钥匙处 钥匙挂在树顶上 但其余的怪物大军 很快赶到 我们被重重包围 好在蜻蜓勇士及时出现 为我们保驾护航 成功抵御了怪物的袭击 杰西爬上树顶 刚拿到钥匙就被图鹰撞落 眼看他要摔到地面 巨人突然伸出手掌 安稳地截住了杰西 这下我们终于看清了 巨人的样子 那是女恶霸的模样 最初我们跟女恶霸作对 使巨人成为我们的敌人 后来我安慰了女恶霸 她对我们的态度 也大大改变 直到现在成为我们的盟友 大战结束了 却下起了暴雨 我和杰西互相告别 但谁都没想到 这会是我们的最后一次见面 第二天杰西被老师 叫去参观美术馆 他出发前想着叫我一起去 但他没有 直到回家后 杰西从父母口中得知 我已经不在这世上了 就在不久前 我独自跑去渡河 不料绳索却中途断裂 我撞到了头 昏迷过去 最后溺死在河里 我没有和杰西开玩笑 但他却怎么都不相信 杰西回到学校 凡人精拿我的死和他开玩笑 这次他不再忍受 狠狠一拳砸上他的脸蛋 调皮鬼为了报复 故意把杰西撞到在地 一旁的女恶霸看不过眼 替杰西收拾了这个麻烦 我很开心 有人能替我好好保护他 杰西回到了特里比西亚 黑暗魔王再次出现 紧追着他 这次魔王终于露出真身 原来那是杰西爸爸的化身 杰西一直以来 都觉得爸爸是个坏人的形象 但如今他也不再畏惧爸爸 杰西缩在爸爸怀中 自责为什么没有邀请我去美术馆 害怕我会下地狱 我叫莱斯利 我没有什么朋友 唯独杰西 是我一生中最好的朋友 我很感谢他 现在我只希望他能一切安好 后来杰西勇敢面对了事实 他为妹妹美宝建立了王国渡河大桥 美宝表示桥梁很简陋 杰西告诉他 只要闭上你的眼睛 并敞开你的心扉 一切的幻想 都会在眼前呈现 不见了 他在眼睛 说美丽 你对我一个人 没见过 这根一要 这根一切 那么能不能 让你开心 的 你的声音 始终